我腰一直抽筋 我不知道 拍誰拍誰 不是啦你都沒睡了 真的不行了 都沒睡了 老了 剛錄的時候全身一直抽筋 我是第一次痛到覺得不行了 敢存檔 因為巡邏車開始了 加油啦 只要我還能動 就會繼續的把頻道做好 雖然很累 真的很累 其實不只我累啦 我相信 真的 你們 你們也都很累 真的很累齁 我也覺得超累的 還是要做啊 努力啊 做啊 做做做 疫情這之下 花了非常多的錢 去製作一個單元叫巡邏車 我記得那時候三級警戒 路上幾乎都沒有什麼車跟人 我就是到一個面店 經營者他跟我說 拜託你們支持我們 不然我們真的快撐不下去了 是當下聽到的時候 你在看到他前塔 還有那麼多的面線是賣不完的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力量 回饋到比較辛苦 然後沒有生意的店家 做一些宣傳跟曝光 去把店家背後的故事 讓更多人知道去支持他們 我們平均一家店播出時場 大概是20分鐘到30分鐘 但是在現場錄製 大概都要錄兩個半到三個小時 我知道這個概念一提出去 我們說全台要走完 會花非常多的錢 他可能吃力不得好好 點擊率會怎麼樣 我們其實也都不確定 其實我們在三四個月前 有來這裡吃過東西 而且郭婷如你看喔 他剛剛跟你見面不到三句話 他就問你什麼 要開冷氣嗎 欸 鐵皮屋那麼熱 阿姨捨不得吹 人來他才敢開 吹得有鬆喔 本來 阿姨你早有冷氣好吹 阿姨謝謝 老闆娘的另外一半過世之後 他為了守住這個地方 就自己在這裡經營 賺了也不多 一勤下一天 最多就賣一瓶 鋁箔包的十塊錢的飲料 他白天要在這裡工作 晚上還要去江湖鴨店打工 來填補這邊的空缺 我其實在做電視台 或製作公司做節目的時候 你這個人如果不是漂亮 不是美的 甚至是你沒有故事的亮點 基本上大家不會去想要拍攝 我希望這個頻道是 可以讓很多素人 這一集當起的主角 我跟孤障我們就當立約就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是哪裡頭 我腰一直抽筋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是啦 你都沒睡 真的不行 都沒睡 噠噠噠 老了 剛錄的時候全身一直抽筋 我是第一次痛到就不行了 趕存檔 因為巡邏車開始了 素材量大嘛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彙整整理 加上故障的廢話 又比較多 每天這樣子嘛 然後為了剪片 很認真的去盯剪 甚至你自己調下去剪 剪接你又剪得這麼的細膩 也都沒什麼睡 當然你的身體怎麼會比較免 欸 30幾歲 你40歲了 我真的比較不重要 你比較重要 我知道啦 加油啦 只要我還能動 就會繼續的把頻道做好 雖然很累 真的很累 其實不只我累啦 我相信 真的 你們 你們也都很累 真的很累 我也覺得超累的 還是要做啊 努力啊 對啊 坐坐坐 空跟機的航空 哦 可以這樣嗎 你稍微帶我那一顆 要被放晒了 好 是 嘿嘿嘿 快來快來 叫救護車 叫救護車 爹啊 好可愛喔 生死人了 妹妹喜歡冰土 所以是我沒有準備 真的喔 天啊 你們真的很 妹妹 很用心耶 妹妹 好嗎 玩得嗎 謝謝 她以為是中正大學 哲學系 哲學系是真的是這樣 那個頭腦很好 對 對 那哲學系 畢業能做什麼 來出入哲學家 沒有能做 是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 你好你好 你有沒有 擠進過來找你 來來 你不要擠進 你不要擠進 阿嬤阿嬤 看我一下 對阿嬤 你現在有什麼 冷 冷氣 讓我生日快樂 你要看這個嗎 欸 我不要冷氣 把你灌出去 我們整個步 都在這裡幫你用 我不要動 你打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